福尔泰、Voltaire,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,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,欧洲的良心。 不再被爱。 动物比人类有这些优点,他们死是不知道死亡事实吗? 莫有神学研究者指引他们的最后时刻,莫有被可验的遗失打扰,他们的丧礼不化一文,缓有莫有人为他们的遗嘱打官司。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这个世界环是照样愚蠢和邪恶,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,所发现的并莫有两样。 平庸遇天才是格格不入的。 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,那些可以令你相信的荒唐,也可以令你犯下暴行。 尊重不一定是接受,更不会是妥协,妄自尊大只不过是无知的假面具而已。 人类通常像狗,听到远处有狗吠,自己也吠叫一番。 人使用思想仅仅仅是为了遮可错误,而用预言则是为了掩饰思想。 当一个人无话可悦时,一定悦得十分拙励。 很多蠢话,都出自那些原想悦些聪明话的人之口中。 有学问的傻瓜,表远比无知的傻瓜还要愚蠢。 做一个惹人厌的人,其中的秘诀就是,告诉别人一切。 这个世界这个充满骄傲和谬误的舞台,占满了病态的笨蛋,谈论住幸福,在这世上不值得我们预知交谈的人,比一比皆是。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,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。 最长的莫过无实践,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,最短的也莫过无实践,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。 自私是永远存在的。 书读的多而不加思索,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,当你读书经而思考多的时候,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。 人虽生而平等,却无不在枷锁之中。 莫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,一切无非是考验、惩罚或补偿。 谨慎的人对自己有益,有德行的人对别人有益。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希望,希望减轻了我们的苦恼,为我们在享受当前的乐趣中,描绘出来乐趣的圆景。 外表的美只能取悦无人的眼睛,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。 天分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。 天赋的力量大悟教育的力量。 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,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,当我们在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,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。 在等待的人看来,时间是最慢的,在作业的人看来,时间是最快的。 人是自己的陌生人,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,也不知道要向何方去。 我们的存在欲无限一体,我们自己从未发现也不知道。 人是善于我,快乐于痛苦的混合物。 欣赏是一件美妙的事,它让别人的优点也成为我们自己的。 生命再无运动,人的本能是追逐从他身边飞走的东西,却逃避追逐他的东西。 人生不满了荆棘,我们知道的唯一办法是,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踏过。 假如上帝确实不存在,那么因为人性的原因,就有必要创造一个出来。 除了懒人之外,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。 人,闹,是一个拥有绝妙力量的复杂的器官,它容许人寻找理由,去继续相信它愿意相信的任何东西。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缺点和错误,让我们互相原谅彼此的愚蠢,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。 当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孤注一掷,这件事情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 有意志灵魂的结合,这个结合是可以离异的,这是两个敏感、正直的人之见心照过宣的契约。 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,能言善辩并不能证明实吗? 怀疑不是一众愉快的精神状态,但深信不疑却是一件荒谬的事。 什么是历史?历史就是那个所有人都同意的谎言。 在所有国家里,历史都被虚无的故事扭曲了,直到最后哲学家出来启迪人们。 在生活中,请赋予我对小事物的耐性,对大考验的勇气,请帮助我每天做到最好,最后在睡觉时,请让我知道上帝是清醒的。 人生就像一场传逻,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救生艇上歌唱。 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好,那是我们的希望,今天一切都很好,那是我们的幻觉,幻觉是所有乐趣之首。 叫可以战胜一切,这是最有力的武器,镜子是一项无用的发明,唯一可以看清你自己的,是你在别人眼中的反应。 让我们阅读,让我们跳舞,这两样愉悦,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伤害。 不要以为钱可以做所有事,否则你最终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钱。 不经历巨大的困惑,就不会有伟大的事业。 人生来是未行动的,就像火总是向上升,疼,石头总是向下坠落,对人来月,一旦没了行动,也就等污它失去了存在。 假使你不愿自杀,你最好找点工作做,劳动是快越的源泉。 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,就必须坚持到底,见至死都不能离手。 对住困挪摇头,就无权在胜利面前点头微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